其實美國也知道這個問題啊 所以美國現在很擔心 中國大陸的汽車 電動汽車廠 加大在墨西哥建廠 這邊有個數字 2023年的前三季呢 美墨的貿易呢 達到了6000億美元 其中汽車業 就是帶動這一波成長的 最大動能了 其實中國大陸 很多企業早就已經 轉到墨西哥 譬如說海信集團 2.6億美元 在墨西哥蓋的廠 他們已經開始在量產 冰箱等等的電氣了 然後江淮汽車在墨西哥 也有組裝廠 據說呢 尚氣也打算要來跟進 同時還有哦 尚氣明爵啦 比亞迪啦 奇瑞汽車啦 這些都是讓美國很緊張 但據說現在跟高級官員 都有在談 到底要在哪裡蓋廠 還有一個呢 是美國擋不了的 就是電磁廠 當然這個消息 我看了很多媒體都有報導 但是呢 他就沒有說破 到底是哪一家電磁廠 但是哦 大家看這個數字應該也知道吧 120億美元的電磁廠 想要到墨西哥去建廠 墨西哥是一個上億人口的國家 而且它又是在這個 北美洲中美洲中 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略位置 所以在墨西哥設廠的話 往北可以賣到美國 跟賣到這個加拿大 往南可以賣到這個南美洲去 尤其像巴西是個很大的國家 對於中國來講 以墨西哥作為戰略要點 也會給美國想要管制中國的產品 帶來很大的挑戰 請問你 我墨西哥人 開了中國做的車子 然後開過美墨邊境 你要不要遵循它進去 因為你本來就有簽有自由貿易協定 對 那開進去了以後 如果我當中古車賣掉 你要不要給我拍照 一環一環都是問題 再來電池 你現在拜登講說 這個只要有中國電池的電動車 我就不補助 那沒有關係 為什麼你用的日本 或者韓國的那種電動車的電池 使用年限頂多是5年 很快就壞掉了 可是換上中國電池可以用10年 所以前5年的時候 只用3年就淘汰掉 然後之後再改換中國的電池 那你說在美國 不只賣中國的電池 問題我買新車 你已經補助我了 我換電池你也不會補助 所以我這時候 我在維修的時候 我改用中國的電池 你又耐我合 真的 所以這種系統性的問題 拜登政府想的太簡單 太幼稚 聰明的人的話 就乾脆開放就好了 那你要加稅你就加稅 這不是問題 因為什麼 中國的產品就耐得起加稅 你只要看看最近中 中美的一個貿易 你就知道就是說 哎呀 雖然中國貨比例降低了 可是問題 你加了稅 我少出一點 我就改從越南出貨 你也不得不買單 是啊 沒錯啊 所以現在呢 很多人就說啊 美國就很擔心嘛 中國大陸人如果在墨西哥 蓋了這些廠 從墨西哥 一樣複口到 從墨西哥立場來講 歡迎中國去設廠 歡迎 而且 這是對墨西哥來說 帶來了非常高的製造 不然我墨西哥不能老是靠販毒過日子 對啊 帶來很多工作機會 當然啊 好那再來呢 我們說其實啊 每一年年初一月份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美國的消費性電子展CES 但是這幾年大家會發現 哎 討論度變低了 而且亮光變少了 尤其是呢 也因為美國單方面制裁嘛 華為也沒去啦 大疆也沒去 但是呢 哎 不得不說 大疆無人機哦 之前美國雖然說一直在制裁啦 因為美國自己也知道啊 去年的時候 共和黨議員就有一個報告就說 哎 怎麼這樣呢 我們美國銷售的無人機當中 有超過50% 是大疆製造 甚至呢 還就是把這個無人機哦 就是拆解了 然後發現說 哎 為什麼大疆無人機裡面的零件 居然有美國的 然後他們就很不高興啊 就覺得說 以國安為理由啊 這樣不行 但是呢 儘管美國一直圍堵啦 還是阻擋不了 因為大疆無人機哦 最近它有一款新機 Flycar 30 在全球發布 它這是開啟了低空運載新世代 看這個照片就知道了 運輸機下面載著包裹 最大載重30公斤 它滿載的航程是16公里 然後呢 告訴你天氣很冷也沒問題哦 它這個零下20度啦 到45度它都可以 而且最大的飛行高度 居然達到6000米啊 16公里哦 對一個飛機 一種簡單的飛行器就很不容易啊 對 你也許沒有什麼概念16公里 我跟各位講 台北市東西寬度只有20公里 所以 現在台灣的YouTuber說 怎麼樣 UberEat送餐的話 超過3公里以上都不送了 對 它這種東西可以送多少 可以送16公里 而且還是來回的哦 那這個你美國買不買啊 你美國Amazon買不買 你美國很多的這個運送的公司買不買 不要講別人哦 順風中國的順風就會買了 所以這個銷量會非常的大 等到了這個無人機可以當貨車來使用的時候 而且是越做越好 越做越便宜 它就變成一個很經濟使用的東西 更不要說在軍事上的用途 在做補給的時候更加方便 對 尤其是步兵在前面的時候 你老不是用個卡車去送彈藥補給品 對那個步兵它覺得很煩 為什麼 因為你的車不一定有馬路啊 對啊 他一直等你送彈藥打完了送來的話 他有時候等不及啊 可是用無人機就不一樣 救災救難的時候也是很好用 救災救難 現在最經典的是什麼 前幾天甘肅青海發生地震 解放軍或者他大陸的救災單位 就用了無人機做照明用 所以在救災現場裡面 即使天黑了也有照明設備 因為你知道地震發生已經會斷電嘛 對 那你斷電的時候 你用車燈怎麼照都不夠啊 可是大陸很聰明 用無人機就鋪成一個 像一個照明照一樣 就直接在照那個救災 所以救災效率為什麼會這麼快 就是跟無人機的運用有關係 所以大陸為什麼會不斷的推陳出新 各式各樣的無人機呢 因為它的工業生產體系太完整了 對 做電池有電池 做飛行翼板有飛行翼板 做各種零組件都有 但你美國自己要做無人機的話 你沒有這麼大的工業生產體系 你零組件當然要去買大疆的 買中國大陸大疆的供應商嘛 那你買到了一拆開了 我就是美國的無人機 一拆開了50%中國的零組件 對 所以我竟然嘲笑 台灣不是要做什麼無人機國家隊嗎 我說少吹牛的 台灣的工業體系沒那麼龐大 你做出來 全部所有零組件都自己做的話 那無人機貴到沒有人要買 對 沒錯 那只能你這個用納稅人的錢來貼 貼不了多久 會跟美國的坐飛機一樣 貴得要命到時候沒人買 或者做不出來 所以無人機這個行業 中國不是一天造成的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而且它能夠出現大大小小 各型的種類 各異簡直可以開一個 無人機百貨公司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跟它競爭 所以我估計10年內 要挑戰中國的無人機市場 沒有任何國家做得到 對 所以美國現在還以國安為理由 就是很擔心說 他們的這個零件 被拿去做大疆無人機 但是我跟你說 就算圍堵也堵不了 導播你可以給我下一張電視牆嗎 我們來看俄羅斯就好了 俄羅斯在打仗的時候 西方國家也制裁嘛 歐洲國家也制裁嘛 但是這個制裁有用嗎 你知道嗎 最近的一個消息 就是俄羅斯 他們的軍工產業 依舊在接收 俄羅斯的塔斯社報道 2024年呢 俄羅斯武裝力量他們要接收 兩架戰略轟炸機 圖160M戰略轟炸機 以及北風之神A級核潛艦 很多媒體就在討論 被制裁還造得出來 沒錯 而且俄羅斯的官方 還跟土丁 去年的時候來做一個 回報一個報告 他說報告 這個俄羅斯 國防產能提高許多 包含了戰車 產能提升7倍 輕型裝甲車提升5倍 這火炮啦 彈藥啦 增加50倍 但是呢 澤倫斯基還在 這叫什麼呢 睜眼說瞎話 他最近就說 我們有跡象表明 俄羅斯的國防產能放緩 所以呢 國際你們必須要百分之百 要再加大力道 制裁俄羅斯 澤倫斯基怎麼講的 都跟大家不一樣 我無法對澤倫斯基的談話 做評論 從俄羅斯戰爭開戰以來 他說了多少謊話 他好像是完全靠編劇 編出來的故事 然後在國際上 不斷的這個發言 演戲 然後歐美國家 也都用他的這些發言內容 登 可是最近歐美國家也疲了 也懶得登他講什麼話了 俄羅斯的工業生產體系 我一再講說 當一個國家 他盛產石油天然氣 他盛產糧食 這個國家的工業基礎 是無可匹敵的 因為他有這兩個做基礎 他做武器就是 以前在蘇聯時代 留下來的軍工的生產體系 就是這麼龐大 他的軍工的科研能力 就是這麼強 現在俄羅斯所謂要做所謂的 圖160M的戰略轟炸機 不是要打烏克蘭的 是要打誰 要打美國的 他所做的這些什麼 北風之神的核潛艇 也不是打烏克蘭的 也是打美國的 所以等於就告訴美國說 不要看我是泄涵的 而且不要看我在應付 這個烏克蘭 對 我就沒有 錯錯有餘 對 他還在增大他的核戰略核潛艇的數目 而且他的戰略核潛艇 說句不客氣的話 他的波塞東核彈核動力魚壘 美國無法防範 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對美國來講 他要怎麼加大對俄羅斯的制裁 都沒有辦法影響俄羅斯的軍火工業 他如果生產不夠 主要傳統武器 因為新科技的武器的話 比如說他的匕首導彈 很多人以為他打個兩天就沒有 沒想到還是源源不絕來 因為他把所有的生產線 都去生產這些 那傳統武器不夠就打電話 哎呀 金兄弟啊 你明天跟我送100萬顆砲彈來 他就金兄弟就送來啦 對 防部 俄羅斯他自己有他的朋友啊 所以美國也制裁他的朋友 就拿中國開刀 這個是去年 我更正一下 去年的10月6號 美國商務部以支持俄羅斯 國防工業基礎為理由 就制裁了 應該說啦 列入出口管制清單啦 圍堵了42家中國企業 那包含了芬蘭 德國 印度 土耳其 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 還有印度另外七個實體 都被列入管制清單 我覺得美國在管制下去啊 全世界公司都進入管制 對啊 還有誰沒有被管制 但是防不勝防啦 意義不大啦 意義不大 因為管制這些公司 也不是什麼特別大的公司 可是他剛好就能夠供應 對於俄羅斯國防工業的零組件嘛 那你限制他有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他也有管制大疆啊 所以我大甘講我不賣啊 我不賣給俄羅斯啊 可是問題是我賣那麼多維修 聯合組件賣到哪裡去 我也搞不清楚啊 我賣到別的國家 從別的國家賣過去我也不知道啊 當然不知道 等一下蔡博士我跟妳說 歐洲就真的有這種情況 歐盟你知道嗎 因為二污制裁吧 歐盟不是有很多國家就說 好 我們就不跟俄羅斯做生意了 講得很好聽啦 我來這個數字啊 歐盟對俄羅斯的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 但是呢 來 這個是德國的IFO的經濟研究顯示 許多受到制裁的歐盟商品呢 來 這算不算席產地 他透過中國土耳機還是運到俄羅斯啊 所以歐洲有沒有賺俄羅斯的錢 還是有呢 他很無辜啊 我是賣到中國去啊 我怎麼到中國賣到俄羅斯去 你又不能怪我對不對 每個人都裝得很無辜啊 國際貿易網不要講白了 好不好德國賣到奈吉利亞 奈吉利亞賣到俄羅斯去 搞不好連那個貨船都不用轉運啊 那只要倉單轉而已啊 比如說奈吉利亞下訂單給德國 那德國出口到奈吉利亞不用啊 他裝上貨物的話 一個電報說你把我轉運到哪裡去 下一個港口就轉走了啊對不對 所以國際貿易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是一個很龐大的物流分配體系啊 那你要把每個都制裁光啦 太難了啦 對啊 而且怎麼制裁呢 你看中俄就是 麻吉麻吉嘛 王毅才跟拉夫羅夫通話 然後呢 還有一個數字啊 就是最擺明的 中國是俄羅斯受制裁商品最重要來源國 佔了俄羅斯受制裁進口商品 百分之六十一啊 所以呢 美國賭來賭去喔 這些東西就流來流去 好最後今天剩一點點時間喔 最近喔 要選舉了很熱 外媒都在討論 但是呢 金融時報這個報導 被也是 很多人都在罵說 拜登在幹嘛啊 因為白宮想要派遣高級代表團 在台灣大學後訪台 你幹嘛這麼早放消息呢 要找誰來呢 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 還有共和黨的國安顧問海德里 但是有很多美國官員認為 此舉有風險 可能會有反效果 甚至被批說 這是一個壞主意 他們想幫賴清德跟民進黨助選嘛 前一段時間剛宣布說 賣武器給台灣 現在講說 哎呀 選後我會派個高階代表團 當然高階代表團 就不具有公務員身份嘛 對 所以才用所謂前國務院的副國務卿 以前擔任過 現在卸任的 那這個不是助選是什麼 當然有人講說 從正面看 萬一賴清德當選的話 這不叫做境外戒選嗎 對啊 當然是美國戒選啊 就是說 有人正面解釋說 如果賴清德當選的話 他派這個團來告訴他說 哪些能做 哪些不能做 賴清德還要你教啊 那為什麼這個消息不是在選後放出來 對 要選前放出來 而且選前兩天放出來 你用意何在 對啊 什麼意思 就是美國戒選嘛 對啊 所以到底誰戒選呢 還有今天 衛報有這個報導 他說台灣 突然間你知道嗎 西方媒體好關注 台灣選舉 台灣2024總統大選多重要 這衛報說定調未來的美中關係 美中關係跟台灣有這麼大的關聯嗎 有沒有搞錯啊 英國衛報也算有點名望的報紙啊 應該是美中關係定調台灣的定位吧 怎麼台灣的定位 怎麼顛倒了 顛倒 我是覺得 他以為是不同黨來這個當選 這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的話 他的採取的兩岸政策 會影響到中美關係嗎 引起中美吵架嗎 是 怎麼可能 我看你想太多了吧 想太多了 沒錯啊 所以呢最近啊 大家就一直在談論嘛 所謂的這個境外戒選 所以很多有看我們 全球大視野頻道的朋友就知道了 其實美國的小心機 還有這個西方媒體 更多小心機 不過美國自己有自己麻煩事情啦 譬如說呢 最近他們的國防部長 李哀 拜登不知道 其實現在美國的退育官員都很不高興 他認為呢 你這個是怎樣 你有特權喔 應該要辭職吧 所以呢 拜登有他自己的問題啦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而這場運作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 吃開養 吃開養 好了 我們 欲し 大家 移植 有 難 compensate 只有